我们看十九元的原文 无足佛师 舍佛众生 文武名号 法菩提心 修筑功德 奉行六波罗密 坚固不退 佛一善根回向 愿生莫苦 这一章 在二十四章里面 这是第十页 第十一章 十一章里头 包含两个月 第十九 第二十 第二十 临终结缘月 我们看年老的主节 名号 就是名字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佛的名号 南无是恭敬的意思 是皈依的意思 阿弥陀佛 念老在此地 为我们解释的 行体 是名 是名 名掌于外 而号令于 天下 这叫号 名与号 同体 阿弥陀佛 此词 同于 诸佛菩萨 名号 这两个字 一切祝福菩萨 可以通用 于本经 专职 吉洛导师 名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要认识 极乐世界的道士 阿弥陀佛 文明之后 重要的 法菩提 不发现 名号 无比殊胜的功德 我们 丝毫都没有占上 发现就占上了 我们看念了 为我们的诸解 法菩提心 菩提是凡语 旧仪为道 兴仪为旧 这个新旧是以 宣装大使 为标准 宣装大使 以前的翻译 叫旧仪 宣装大使 从他老人家开头 以后啊 翻译的都叫兴仪 那就是古时候 翻译的 菩提翻为道 宣装大使 翻译为求 求 赵公月 赵公是 孙兆大使 在 宣装大使之前 宣装大使 旧母 罗舍大使 的学生 罗舍大使 的 大弟子 入社 弟子 他给我们解释 道之 急着 乘越 菩提 道 达到 究竟 达到 急处 凡文叫 菩提 秦 他出生在 秦那个时代 姚秦 我们看静甘经 静甘经是 旧母大使 旧母罗舍大使 翻译的 姚秦 三藏法师 旧母罗舍 那 那么秦 就是中国 无言 一致 中国文字里头 没有适当的词 来翻 菩提 二 该是 震觉 无相之 真之乎 赵公 说得好 他什么意思呢 是正觉 正觉又没有相 真是智慧 这样子讲呢 就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了 在中国确实 找不到相应的字 所以用英语 那菩提 那菩提心呢 就是求 真道之心 求 正觉之心 真地求啊 不是假的 海贤老和尚 为什么求 年轻就求 他遭遇的苦难太多了 几乎 不能忍受了 谁把人生 看透了 说不 确实是苦海啊 苦海啊 无边 回头 是安 他回头了 这多难得 啊 你 阿弥陀佛